早前TVB萬千聲輝賀台慶TVB內地官方平台直擊現場時 當有李佳心的畫面出現時 就將她的漂亮樣子打擱 疑似被內地封殺 其實不單止內地不見Ali 近年香港幕前到不多見她 昨天就是Ali 41歲生日 剛巧都是Ali在TVB十周年 TVB官方IG就出帖慶祝Ali生日 還寫著以後拍多些好看的劇集和綜藝給大家看 誰知就是這句說話惹來網民很大反應 網民狂問何時可以看到Ali新劇 又問還要等多久 甚至說這麼久沒有Ali的戲很難接受 又是的 看Ali近來的確沒什麼拍劇 最新那套已經是去年年尾播的有種好男人 不過Ali今年都有不少綜藝 就好像醫學節目身體最誠實 旅遊節目日本十八種住法 可惜都是幾集貨仔 不知是公司沒有合劇集角色給Ali做 又或是Ali想拍更偽多些呢 怎都好啦 TVB再不開劇給Ali 我怕網民暴動 講開生日 前國際中華小姐鄧佩儀最近都生日 雖然她近年淡出幕前 不過在社交平台都幾活躍 先搞了個song cover計劃 又表演彈琴 最近是連跳舞都行 平時思思紋紋的Gloria 猜不到跳舞都有板有硬 加上Gloria身形這麼漂亮 當然是時半功倍 原來她2021年開始學跳舞 不夠兩年有這樣的成績又真是幾好 遲些片做跳唱歌手有沒有想到呢